让米Note9系列宣布历史400天打造11月26日 今天让米宣布将于10月26日发布让米Note9系列 这次让米Note9共有三款历史400天打造 官方称乱米Note9在性能拍照影像续航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升 目前乱米Note9系列已经获得了入网许可 部分细节已经揭晓 它最大亮点之一是首次采用了1亿像素 按照乱米极致性价比的定位 乱米Note9系列不出意外也将是最便宜的1亿像素手机 根据披露信息 这颗1亿像素摄感器为三星HMR 拥有1.52分之英寸的大底 单位像素为0.7优米 支持9像素合一等效2.1优米 需要指出的是1亿像素权限 让米Note9系列高配版 标配版主设为4800万像素 除此之外 让米Note9系列还将在中国大陆首发 骁龙750G芯片 这颗芯片基于8纳米工艺打造 CPU采用两颗大核和六颗能效核心 大核为ARM A77集成 A6519GPU 和异义像素一样 骁龙765G 同样仅限于高配版本 标准版使用的是联法科 天机800U 小米集团中国区 让米总裁罗伟宾表示 Note始终以极致作为 产品的定义的每一标准 不因低价妥协用户体验 不止关注表面上的性能参数 用户想要什么 Note就给到什么 达成方方面面的极致体验 摄影 葱 石 石 10 10 虽一 11 八 12 18 我 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